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上一期我们讲到了胡锦涛杀鸡用了牛刀 结果是用力过猛 反而伤了自身无奈之下 只好在政治局常委会上做了检查 周永康虽然是无辜躺枪 但是苍蝇不钉无缝的蛋 他付出的代价也是远比胡锦涛伟大 被剥夺了动用正法委武装力量的大权 这就是以周永康为主体的319流产政变 中共最高层经过复杂的权力平衡 和所谓问责之后的结局 那么这场流产政变的罪魁祸首 陈浩书和何光燕两人在逃走之后 有没有被抓到呢 他们最后的下场又是怎么样的呢 他们两人逃亡的故事其实也相当有趣 这里就给大家讲一下 周永康把陈浩书和何光燕放跑之后 安排他们两人在天津公安部一个秘密的据点躲了起来 过了几天 陈浩书和何光燕以为了经过他们两人搞风搞雨之后 江泽民一派会和胡锦涛一派宣起内斗 结果没有想到整个事件只是在网上热闹了几天 说什么38军进京军车进城了 说周永康政变了等等 然后就风平浪静了 接下来连政变的核心人物周永康也开始怒面上新闻了 好像北京从来就没有发生过319政变的事 这种情况让陈浩书和何光燕是非常的失望 陈浩书还发起了牢骚 说当年他老爸陈浩从20年代到40年代造反的时候逃亡流窜了20多年 难道在他老爸出了大力打下的天下里 他还要步他老步的后城要东躲西藏吗 以他都快70岁的人要躲到什么时候呢 他于是就找到何光燕重新的评估形势商量对策 两人最后的看法就是周永康还能来上新闻 说明这个局暂时还没有破 吴景涛可能还没有抓住他们两人搞政变的把柄 何光燕就建议陈浩书先跟外界联系一下 如果安全的话还是离开他们现在住的这个鬼地方 不然自己的命运永远都是在别人的手中捏着 哪一天周永康要翻了脸 或者说胡景涛找到了这里 他们都是死路一条 而逃出去身份公开化了 至少还能够获得基本的保障 在一个多月以前 王立军就设法逃到美国领事馆 不就是用了这种绝境求生的这一招吗 陈浩书于是就瞒过了看守人员 跟他的秘书陈公达取得了联系 他这样当然马上就暴露了自己的行踪 胡景涛在查清了陈浩书的下落之后 就找来这个国安部的副部长邱静 要他对陈浩书进行秘密逮捕 秘密的关押 至于何光叶就先不动他 免得引起天津公安方面的注意 在作获陈浩书之后 再设计让何光叶离开天津 在半路上抓他 这个精明前干的邱静 很快就制定出了一个抓捕计划 要理工答案给陈浩书发出信息 让陈浩书自己走出公安部的基地 然后登上栏下的火车 再由国安部的人在火车上面 密捕陈浩书 当天晚上陈浩书就在火车卧铺的车厢里 被邱静逮捕 邱静对他说 认识一下吧 国安部的邱静 陈浩书完全没有料到 是落入了邱静设好的陷阱 他大吃一惊的问 你们要干什么 邱静不回答他的话 继续说 从现在开始 你的名字就叫1203 你必须服从安排 配合我们的工作 你要知道 你是秘密从公安部的据点失踪的 你如果不合作 那你可能就真的要秘密失踪了 脾气火爆的陈浩书骂道 混蛋 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是陈浩书 我是陈义元帅的长子 你们居然敢绑架我 你们还有王法吗 邱静微微一笑说 我不认识什么陈浩书 我只知道呢 你是我今年逮捕的第三个部级官员 所以呢 你的代号就叫1203 记得这一点呢 对你是很有好处的 陈浩书一下子就瘫在了床上 他知道 邱静说的另外两位呢 一个是王立军 一个呢 是薄熙来 跟他们这两个人相比啊 他这一个对外友好协会的会长 又算得了什么呢 陈浩书啊 就这样呢 落入了胡锦涛的手中 另一方面 何光叶见陈浩书被他秘书派来的人接走 直觉呢 感到不对劲 于是他试着给周永康联系呢 见联系铺上 就骗过保安呢 乘着上厕所的机会呢 化妆从天津的公安部秘密据点呢 给溜了出来 逃出来之后 何光叶本来呢 想坐这个高铁啊 去广州 由于这个车票实行实名制呢 他只好改变主意 前往青岛 在北海舰队他父亲的一位老部下的安排下 他住进了青岛小鱼山下的 海军航空兵部队的一栋房子 在东躲西藏了一个多月之后 住在青岛的河光叶 发现北京的形势啊 渐渐的稳定下来 就有些呢 大意起来 他收集了一些宁极化的材料 还拼凑了一些真真假假的东西 在网上呢 大肆的喧软 试图呢 让胡锦涛的后院起火啊 自乱阵营 河光叶放出的关于令计划的材料呢 主要是啊 包括令计划跟这个周永康合谋 准备了政变 在政变失败之后呢 令计划为了死保周永康呢 还透露了地下通道 六道金属门的密码 导致呢 这个周永康等人呢 在政变的时候 死里逃生等等 河光叶又说啊 令计划呢 有把柄 在这个周永康的手里 而且周永康呢 也答应 让令计划呢 入场 担任中纪委的书记 而周永康为了教训令计划呢 还安排人制造了车祸 杀害了令计划的儿子 迫使令计划呢 就范等等 河光叶散布的这些传闻呢 很快就引起了国安部的高度重视 花了一个月时间呢 他们终于锁定了河光叶的位置 但是就在要抓到河光叶的时候 不料他来了一个金蝉脱壳之际呢 找了一个和他长相 有点像样的这个茶商 瞒天过海 牛之虎野 还弄得前往抓他的青岛安全局特工人员 差一点呢 跟北海舰队的航空兵部队啊 打起乱仗来 河光叶从青岛逃走之后呢 惊魂未定 他仔细分析了形势啊 感觉中国之大呢 居然是已经无处藏身 他由此呢 想逃往出国 然后呢 把这一切呢 都公开 像他认为自己啊 已经是政治犯 出国呢 有两种方法 一种啊 就是学这个两个月前的王立军 和就在几天前的这个陈光成 先呢 进入这个美国的大使馆啊 或者领事馆 然后呢 才逃出去 可惜的是 河光叶知道啊 他自己不是人权斗士 可以呢 像陈光成一样呢 顺利得到美国的庇护 倒是像王立军呢 最后啊 落入了国安部的这个下场 就在眼前 因此呢 这条路啊 根本就走不通 而河光叶想到的第二个方法呢 那就是偷渡出国 现在呢 也称之为走线 他查了很多 关于这个偷渡方面的资料之后呢 决定去福建 找了一个舌头啊 坐船 偷渡了直接去欧美国家 于是他马上就揽下 由于不敢坐火车和飞机呢 只好坐这个大客车 一步一步倒 从青岛到杭州 从杭州到福建实施 然后到了福州 连江一带 在找了舌头 花了大价钱 联系好偷渡的船只之后 河光叶又凭着直觉呢 发现他已经是被警方盯上了 在最后一刻啊 他在那个茶里面呢 加了安眠药 和那个舌头啊 一起这个喝茶的时候呢 把那个这个安眠药的药给了舌头 当这个舌头啊 在层层大碎的时候呢 他就又逃之夭夭了 到了这个时候啊 河光叶已经就清楚的知道 他已经是逃无可逃 与其在外地逃亡 被人呢 不明不白的打死 不如呢 回到北京 即使落网 也至少没有生命之余 他还知道 自己被公安追杀了 比被国安部逮捕啊 更加的危险 因为呢 周永康现在呢 已经稳住了正脚 他不希望看到自己啊 活着呢 出现在这个胡锦涛的面前 而胡锦涛啊 充其量最多的 只是想抓住他 弄清楚政变的内幕 并不至于呢 要了他的命 在河光叶乘坐长途汽车 回到北京后的第二天呢 他就向国安部打电话 图案自首了 河光叶图案之后呢 在国安部设在西山的秘密办案地点呢 呆了一周 把自己啊 参与重庆政变呢 谋划319政变的问题啊 以及呢 这几个月的逃亡生涯呢 全部都交代清楚了 就像是走筒里到斗子 一泥不慎 国安部专案组都很奇怪 但是呢 又找不到 他这个隐瞒事实的任何蛛石马迹 就向这个胡锦涛做出了汇报 胡锦涛开始的时候呢 也感到有些意外 后来呢 他跟这个习近平啊 讨论了一番的认为 这个呢 就是何光叶的聪明的地方 因为只有这样做呢 他才是最安全的 他跟陈昊书不同 他参与的这些事啊 说的重一点 是政变 说的轻一点 不过是党内斗争的 非程序反应 如果中央不处理薄熙来 周永康又怎么能处理他呢 难道可以单独 把他们切割出来进行审判 而胡锦涛不知道的是 何光叶还有一个如意的算盘 那就是啊 胡锦涛和习近平 会切实的保障他的安全 因为他的存在呢 就是打击周永康势力的活证据啊 而陈昊书跟何光叶不同 他一开始就被抓了 但是呢 什么也不肯交代 胡锦涛决定呢 就先见一见何光叶 这几天之后啊 他和李克强一起来 就请这个何光叶吃饭 胡锦涛招呼他坐下 说啊 光叶啊 不要客气啊 还是叫锦涛就好了 要是还不习惯呢 那叫小胡子也行 何光叶那是满面脏红啊 是一脸尴尬 李克强这个时候也插话说啊 哎 我们当年在团中央啊 金涛同志可是帅哥啊 从来都没留过胡子 李克强叔叫他小胡子 都闹得我们是莫名其妙啊 在这个尴尬啊 激动啊 感动之后呢 这个何光叶就说啊 强叔啊 跟我都犯了大罪啊 实在是对不起金涛同志啊 胡锦涛震慑地说道 我们之间有些误解 没有及时的沟通 导致你们呢 说了些不该说的话 做了些不该做的事 但是呢 这些都过去了 李克强叔的是啊 中央有审重的考虑和研究 认为呢 事出有因 不做法律追究 你们的工作职务呢 也还都没有动 你呀 最近这些日子在外面 是吃了不少苦啊 休息一段时间 就恢复工作吧 何光叶没想到 会是这么一个结局啊 有些不相信 就问呢 警头总书记啊 你说中央不打算 处理我们呢 胡锦涛笑着说 处理还是要处理的 给你们一个党内警告处分吧 何光叶一听啊 那是扑通一下就跪在地上啊 胡总书记啊 您是我们的救星啊 我还以为这事都没命了 谢谢啊 谢谢您的不杀之恩啊 再说 陈浩书被国安部副部长秋静 诱捕之后呢 被送往东海 一个小海岛上关押 陈浩书通过耍小聪明 每天呢 都要吃这个北京全聚德的新鲜烤鸭 弄得国安部啊 每天都要派专机呢 给他送新鲜烤鸭 结果呢 就把他这个行踪啊 给暴露出来 不得已之下呢 国安部只好把陈浩书呢 带回北京关押 问题的是陈浩书一副元帅子弟 太子党的派头啊 那是远硬不吃 死活呢 也不开口 其实在何光业啊 投案自首之后呢 国安部已经掌握了 他和何光业的全部情况 他开不开口 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 但是呢 他这个样子 胡锦涛那里又怎么能够交代呢 国安部呢 于是把这个何光业 写的那些材料给他看 让他呢 不要有这种侥幸之心 谁知道陈浩书看了以后啊 是破口打骂何光业 这个叛头 是个软淡 那态度啊 是更加的对立 正当这个国安部 束手无策的时候 这个中央办公厅通知说啊 何光业要来看看陈浩书 让国安部的人呢 安排一个合适的场面呢 让他们见见面 这个陈浩书一见到何光业 就打骂他 这个是一个无耻背叛的小人啊 敢做不敢当啊 说他是自己是瞎了眼 一辈子都没看清你这个 没有脊梁骨的败类啊 何光业被骂的是狗血喷头 但是呢 又不能够为自己的辩驳半句 啊 这个陈浩书骂够了 还对何光业说 你管吧 我再也不要看见你 到了这个时候啊 何光业才说啊 老陈啊 我呢 和景涛见了一面 他呢 不想难为你 很快呢 就会让你回去官服原职 陈浩书一听那是惊呆了 他根本就不相信了 又骂道 你这条赖皮狗 还在做什么大头梦 小胡子会放过我们这两个 想要他命的人 何光业再次确认 是真的 我已经是官服原职了 景涛说 他以前呢 对我们是照顾不够 除了这点事呢 他也有责任 所以呢 就原谅我们了 陈浩书呢 是哈哈打 夏娃说 我今天是见到了一个天下最大的傻瓜 最大的疯子了 不 我他妈就是疯子 然后哈哈哈哈 是狂笑不止 怎么也止不住 何光业那是瞎的是目等口袋 之后把国安部的人叫进来 然后呢 又传了医生 医生呢 这个初步诊断呢 是陈浩书是激动过度 神志伤势 陈浩书后来就被送进了医院 医治呢 十多天以后啊 才恢复了正常 各位到这里为止呢 这个319政变这件事情呢 就算是结束了 可以说是喜剧收场 没有死人 也没有了这个人 甚至判刑关监狱的 不过周永康政变的事呢 却没有结束 因为呢 正是因为319政变呢 把周永康这个卷入了一场政治的大风波 导致呢 他在之后啊 也展开今天的大抱负 以至后来 他的恩主啊 江泽民 也要大骂他呢 是叛徒 不过这些的是另外的故事 我今后再讲 现在我们呢 就回过头来呢 再来说一说 北京枪生这本书呢 关于2012年319政变的描述 是否呢 站得住脚 他的作者呢 又是谁 他们为什么要写这本书呢 经过前面三期节目的朋友都知道 关于319政变的多种说法中啊 北京枪生这本书呢 有几个特点 一个是 虽然是小说的题材 但是书中的人物啊 全部呢 都是真名实姓 连他们的职务啊 以及的这个性格特点呢 都是与真正的人物呢 相网合的 第二个呢 就是内容最详实 我只是在这里简要的介绍 事件的这个来龙去脉啊 已经是花了很长的篇幅 第三个特点呢 就是逻辑性很强 关于这个事件的这个原因啊 禁音啊 事件的这个过程啊 各个人物事件的关系啊 以及他们各自的这种算计呢 都交得的是很清楚 第四个特点就是呢 对内幕的把握啊 非常准确 中共呢 他们这个开的几次常委会当中啊 每个人的发言 都非常有个人的特点 听起来就像是身临其境呢 也在旁听一样 由于这些特点呢 也由于啊 319事件之后呢 中共最高层发生的那些变故啊 与这本书所描述的事件 也是息息相关 因此可以确定的两件事 一个呢就是 319政变确有其事 一个呢就是 这本书的描述呢 基本上是真实的 虽然这是一本用小说笔法 写出来的故事 但是呢 是一本纪实的小说 事实上 如果啊 我们用小说的标准来看这本书呢 这个是一本不太合格的小说 但是如果我们用司马迁 写史记的标准来看的话呢 尤其是把一些想象的细节内容啊 撇开不谈的话 完全可以的 看成是中共高层呢 权力政治斗争的真实的历史记载 因此我可以再一次肯定的说啊 这就是当年319政变的全貌 我这样说 还有一个重要的证据 因为啊 这本书中描述政变过程的内容呢 就是两个当事人 陈浩书和何光业的字数 而中共政治局常委开会的时候呢 每个人的这些发言呢 都是来自于当时的这个会议记录 这也是我为什么要把成和两个人逃亡的过程呢 也讲出来的原因 因为啊 在何光业生死逃亡的过程中啊 书中已经就留下了复笔 他当时打算偷渡出国的主要动机呢 就是要把事件的真相公之与众 为历史的留下记录 他的小目标看来是达到了 于是呢 就有了北京枪声这本书 但是他的大目标呢 显然还没有达到 中共当局不仅是封杀了 所有关于319政变的信息 现在的文字之境 言论之境 已经是远超道路以末的年代了 那么这本书的作者是谁呢 我们在第一集呢 就已经指出 他们呢 就是陈小鲁和张北英 王彦军和孙胜丽四人 从他们四人联名至中共十八大的公开信 可以知道 他们都是红二代 这也是呢 这本书具有可信度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 那么怎么样可以确定作者是这四个人呢 那一个就是作者呢 与当事人的关系啊 很密切 北京枪声这本书的第一作者是陈小鲁 他是著名的太子党 也是政变事件主角之一 陈浩书的亲弟弟 正是因为这一层关系 这本书呢 才能把握政变的全过程 而书中对于陈浩书和何光叶两人故事的描述呢 是书中啊 最有血有肉的部分 也是其中的原因 由于事件已经落幕 也为了对事件呢 做出完整的交代 这本书极有可能是受了陈浩书和何光叶的委托 由陈小鲁统筹张北英王燕军执笔完成 因为事件的结局啊 是以喜剧收场 因此他们不仅是为了留下记录 也是对胡锦涛最后不对他们呢 进行追究呢 表示敬意之作 第二个呢 就是这四个作者当中啊 至少呢 张北英和王燕军呢 是作家 对写这本书啊 是具体的执笔人 张北英呢 是文革前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张启仁的儿子 写有了这个张启仁传这本书 另外呢 他也是何光叶的同事 关系呢 应该是相当的不错 另外王燕军也是作家 曾经呢 担任这个著名的《意义》杂志 《阳黄春秋》的副总编辑 三呢 就是在这一本书中啊 有明显的太子党倾向 书中对太子党的代表人物啊 习近平寄予了很大的期望 而对共情团派呢 就有轻视小看的意思 他们在谈到这个汪洋入场机会的时候 甚至是用上了汪洋入场水淹地精 这样的句子 可以说是立场分明 第四呢 就是这本书应该是太子党争取画实权 对中共十八大的献礼之书 这本书的成书日期呢 是2012年8月28日 而在8月30号 陈小鲁等四人呢 发表了一封 致中共十八大的公开信 按照惯例呢 中共十八大 原本是安排在十月举行 而在十八大之前的北戴河会议呢 对十八大的人士 具有了决定性的影响 这本书就是在北戴河写成 并随公开信一起 发给了在北戴河度假的 中共高层和元老们 可惜的是这本书长期受到了忽视 这对中国观察家来说 实在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啊 当然 这与这本书的小说形式 以及书中部分的细节 牵强附会呢 有着很大的关系 另外呢就是 中共呢是极力的封杀了这本书 以及呢通过大外宣呢 混淆视听也有关系 但事实就是事实 看穿迷雾的真相 这本书在历史上将有它的位置 我们前面也简单的提到过 319政变的是影响深远 把政法撒谎呢 周永康是逼上了另一条路 他将找出事件背后的真相 并展开惊天大暴富 319政变背后 还有什么样的黑手 周永康又是怎样暴富的呢 我们下期再来解读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